4号清晨6点左右 花莲市一名宫庙的公主 发现了庙门铁门打不开 一看才知道有人躲在屋内 而且还将门给反锁起来 在好言相劝后 人还是不肯出来 远警只好是从窗户爬入逮人 没有想到嫌犯居然是持钝器攻击警方 远警只好对空鸣枪 喷洒辣椒水将人逮捕 警方从窗户爬入屋内 因为一名男子就躲在宫庙里 还把自己反锁 怎么跟他好言相劝 人就是不出来 男子看见警方后 发疯似的狂丢酒瓶香炉等物品 企图攻击警员 而警方立刻用辣椒水反击 但室内空间狭小 男子持续攻击 远警见状只能开枪警告 男子躲在神像旁持续抵抗反击 警方上前先向神明示意打扰后 见阳性男子持续攻击 远警持警棍上前反击 最后在支援警力协助下顺利压制 事情发生在花莲四号清晨六点左右 陈姓公主一早来开庙门时 发现铁门怎么开都打不开 甚至听见屋内有动静 一看才知道 有陌生男子闯入私人宫庙 没想到警方到场后 阳性男子不断拿盾气攻击警察 逮捕过程中男子强力抵抗 导致两名园警都有受伤 一名同仁也是头部遭盾气重击 两名同仁手部都有玻璃碎片的插血伤 阳性嫌犯则是跌倒后造成头部撕裂伤 目前送医后皆无大碍 据了解阳性男子平常住在吉安 这天到处闲晃 疑似心情不佳才跑到私人宫庙内 公主陈先生表示 从民国七十几年供奉到现在 主要供奉雷祖不对外开放 只给亲朋好友参拜 而阳性男子不仅随意闯入还袭警 全爱依侵入住宅毁损及妨碍公务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得综合报导